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就是一种鲜甜口味的日式牛肉火锅 这道料理可以拆成两个部分来看 分别是酱汁的组成 和食材的选择 传统日式寿喜烧的酱汁甜味比较浓重 我个人吃起来会觉得稍稍有些腻 因此我自己制作的时候 会调整成以日式酱油为中心的口味 食材上的选择通常会有几个比较基础的 像是烧豆腐 可以直接购买市售的 或者用攀枪broyal一下硬豆腐的表面 就是烧豆腐啦 这样处理过的豆腐不仅更好吃 也可以在炖煮的过程中 保持住完好的形状 当然也可以像我一样 用其他种类的豆腐 少量的甜洋葱 洋葱是和牛肉很搭的食材 甜洋葱本身自带的甜味 更适合受洗烧的酱汁哦 然后是日式大葱 是葱白部分比较多 并且很长的葱类 是很常见的日式料理食材 用像我这里使用的九葱代替也可以 但九葱相对粗一些 散发出来的香味也和日式大葱不同 随意切成大一些的段落就可以了 大白菜是非常推荐用来搭配寿喜烧的蔬菜哦 炖煮之后鲜甜的味道很适合放在寿喜烧里享用 不排斥吃香菇的话 也一定要准备一些哦 香菇切成十字花 不仅看起来很可爱 还会帮助入味呢 牛小排是我个人在吃寿喜烧的时候 一定会用到的食材 超推荐大家也试一下 稍稍切成方便想用的大小就可以了 它可以完美代替牛汁的香味 我还准备了摩浴丝 金针菇 普攻音叶 以及最重要的肥牛片 那么就开始制作啦 首先是油 蒜蓉 和洋葱炒香 如果油的部分能找到牛汁 整大料理的香味就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没有的话就一定要试一下加牛小排 翻炒过后的油香是整个寿喜烧的灵魂了 接着加入大葱 翻炒到均匀后 将其余的蔬菜整齐的摆进锅里 不需要一下子全部放进去 酱汁的部分也是 按照自己喜欢的程度 加酱汁和水 可以分成几次 寿喜烧的酱汁 就应该是浅浅的 不会淹没食材的量 炖煮的时候不一定要盖盖子 只要好好煮熟就好 传统的寿喜烧是以可食用的日本生鸡蛋作为蘸料的 一人一颗打散就可以了 不习惯的话直接吃就已经很够味道哦 等锅子里食物全部煮熟就可以随意享用了 用一支小火炉放在暖桌上 边煮边加入更多的食材和酱汁 像火锅一样的吃法就可以了 木冬面和寿喜烧也超级配的哦 热腾腾的香浓酱汁 加上Q弹的口感 超级适合在暖炉前享用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